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杰 我现在的位置是晒动德州 我们今天探店的是一家 猪头肉加工车间 也是几十年的家老字号 不过他们家的主打特色不光是 猪头肉,还有德州趴鸡 味道也是特别的棒 在德州也是非常的有名气 他家这个猪头肉做法也比较特别 先卤制,然后再云烟蓄物 猪头都是提前清洗干净 用这个冷水泡制一晚上 第二天再下锅炉制 这个猪头肉非常多 感觉就像个小帅都一样 而且这个色泽非常好看 非常的有食欲 他们家现在大概加工一百多只猪头 如果是逢年过节的话 大概是塞五百只左右 生意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猪头肉 是非常干净 煮熟以后 首先把他这个果肉复泥 把这个锅头去出来 发现一些小瑕疵 毛发什么的 都有这个小刀把它剔出来 非常的用心啊 把处理好的猪头肉放在蒸机上 然后进行一个烟熏 这个烟熏的过程呀 比较简单 只加了一勺白糖 然后把这个猪头肉放在上面 盖上盖子就盖了 大概熏个五分钟 九块鱼出锅了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加工好之后的这个鱼头肉 把它冷却一下 然后打包装 就可以了